Francis,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 零售市道有点差 业界为了求全都搞尽脑汁 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拓展业务 也对, 所以Vetail Tech零售科技 先在这两年有这么多讨论 也带出很多创业公司快速成长 成为了全球发展的重点 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 投资者都很看好零售科技 今年全球第一季投入在零售科技的资金 已经有289亿美元 即是大概2254亿港元 比起上一季度增长了六成 也是这五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重点投资的技术集中在门市零售 电子商务, 奖赏计划, 供应链及物流 看回香港, 情况其实都差不多 这些零售科技是否都关乎大数据、人工智能 都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有数据才有分析 才可以更掌握自己业务的状况 了解顾客的喜好和购物习惯 配合一些个人化的推广 其实都对增加销售有帮助 所以说, 数据才是营运核心 基建设施怎么都要做好 还要选择可靠和安全的平台 现在的零售科技最重要是帮到我们的客户 去应付他们现在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需要 因为疫情过后, 很多不同的行业 都会借助科技去做一个转型 其中一个客户是做产品维修的服务 以往都会要求客人带一件产品 上个维修中心的过程 可能都要半个小时至几个小时不等 但现在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客户都不想外出 所以我们也有帮到客户 利用科技去支援他们整个维修的过程 现在可能在网上自己已经可以登记了 约一个速递公司上门去收件 速递公司就会将件件送到维修中心 师傅收到件件后 其实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是要在额外收钱的 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会用一些 普遍的communication tools 例如WhatsApp 甚至乎一些digital payment 去通知客户付钱 同时客户其实也可以在网站上 查到自己的产品 维修的status是去到哪 整件事其实的transparency 和速度都会高了很多 中间要支持这个过程 其实都很需要科技去配合 在SAP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会提供SAP的service cloud 利用不同的平台去做整合 包括一个网站 可能一些产品的记录 warranty的资料 甚至乎跟一些不同的communication tools 去做了整合 等各个客户和公司的层面 都会看到产品的一些相关资料 一些update 而大家看到的东西也会是一致的 零售业面对的挑战 还有消费者的个人私隐问题 零售科技正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帮助企业有效收集 处理和使用消费者的个人资料 其实中国都推出了一个私隐条例的政策 除了中国这个之外 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私隐条例政策 这些政策离不开都是说公司是需要收集 并且要消费者同意去使用他们的数据 也都需要消费者是有个地方 去看到他们究竟给了什么consent这些公司 他有没有合计过某程度上的条例和条例 在这方面其实SAP也有一些技术 就是我们的customer data cloud 去给我们的客户 作为一个centralized的customer portal 让他们的消费者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过往 给了什么数据这些公司 也给了什么consent这些公司 零售业要照顾营业额 又要小心处理客户的个人资料 避免触及发规 确是需要高效的技术帮手 令营运更畅顺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